街道淹水 汽机车经过仿佛在冲浪 影响行车安全 水还溢入两旁建物 安亲帮小朋友在7楼等家长来接 都要有涉水搭车的准备 就一直淹水 你车子又开不进来 小孩子要放学要回家怎么办 半个轮胎那个水都淹上来了 有时候我们一些货 包括他们小朋友 整个地上整个都是死的 潭子区雅峰街一带排水不良 逢雨避烟 最近常下雷震雨 几乎是听到雨声 居民就开始胆战心惊 晚上假如一下雨的话 都很担心就是要起床 就希望说买在这里能够安心 可是只要一下雨 而且昨天才下半小时 就淹得很高了 地方人士循着水沟找出淹水原因 研判是灌溉沟渠 跟大牌之间没有设置水门 导致大雨一来 水沿着灌溉沟渠 灌入了市区街道 三条沟 一条沟 一条白红 居民向市府反映多次 但改善方法似乎没有抓到重点 他们希望水利单位多听听在地的声音 在上游设置水门截流 解决民众淹水之苦 大海新闻张国丹刘伯明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